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也讲了 你不要夸讲了三分钟 他可能就要30秒至15秒 讲什么最重要的 讲什么能为他引用的 讲最重要的话 说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有的人说 那这么重要 可是我们不是那块料 这个演讲可能有天分呢 有的人口才就好 我们就可能就是不会讲话 不是 这口才训练 政治论述能力 我个人的经验 和我看到的所有教科书 全部都告诉我是后天 有没有灵感的事情 我原来大学之后写诗的 写诗也讲到灵感 灵感占多少百分点 谢谢 只占1% 灵感占1% 那99%是汗水 是努力 是练习 这关键你在后天练习 你要我个人本人吗 我原来不会讲话 我的小子是不是很善意 我不愿意讲话 也不会讲话 而中国也不给我们 这种讲话的机会 哪有讲我讲话的机会 共产党领导书记们 领导都讲话的机会 当然他们讲话毫无意思 全讲人民日报 大家讲的睡牢了 没有讲话的机会 那有一次我上大学 我上大学了 中国毛泽东死了 第二天 中国大学开放了 我可以考进大学了 大学我中文有机会 可以上台讲话 有一次 比如说 我是个社团的领导人 我们请了一个著名作家 那全校的请了一个作家 那我就可以做社团 文学社团领导人介绍他 当然我学校校长 坐这边 作家坐那边 作为我有一次讲话的机会 我们面对下面黑压压的 这几千年我们的大学生 很好一个机会 结果我拿起话筒 这紧张了 全心里跳到不行了 差点我再一心脏跳出来 结果张口结舌 很好一个机会 完全被我浪费 说那次以后 我要痛下决心 一定得好好练练的口才 不能张口结舌 即使不能说是 口若悬河吧 起码就叫口若令水滴也能弄断 结果那次以后开始 我就开始有意义的 练习练习自己讲话 因为下次讲讲话之间很有办法 你很时间在家里讲一遍了 尤其现在有科技了 可以有录音机 你录下来 听一遍 你自己拿的有问题 改正再见 关键是练习 你看我们在座 诸位 你们差不多都是开车来的吧 你说我不会开车的时候 我觉得这美国人台湾人 这开那么快的 都不创伤 怎么这么会的 这我会开了觉得很容易 为什么 大家全部练过 你们一遍一遍的练开车 今天又练过 每天再练 你第一次开车的 你们都紧张过吧 你们有多少位 第一次考台就考通过了 不是每一个都通过吧 对不对 郭先生你练习了 你练习 所以这个一定是后天 包括你们台湾有个演书家 叫庄七米 他办了空中大学 我看到他写的书 他原来自己去演讲去了 到台上讲了几句 大家好怎么样 没词了 他怎么想就想不起来 就是说对不起 这些虎子坐下去了 然后他开始练习 练到什么程度 他可以办演讲学 他一年讲几百场 最后他出了一本书 怎么 就是演讲方面的能力 怎么训练 他现在训练学生了 邓七米 也是台湾一个深绿 经常上同家开讲的节目 我认识 这是不是后天 那是第二 是可以后天获得 第三个关键 也是今天我重点要讲的 那怎么获得 第一个 以我个人经验 最关键的是 要获得知识 因为讲话 不是说是一个人爱讲话 就是会讲话 大家知道很多人愿意讲话 爱讲话 尤其这个做太太的 更愿意讲话 爱讲话不等于是会讲话 会讲话不等于是讲对话 对正确 错误的对 什么叫对话 你必须是讲话什么 不是讲的声音 是讲观点 讲看法 讲人生的哲学 讲的道理 那这道理哪里来 必须是读书 我个人经验是全书里来 因为全世界那些有能力的人 有想法的人 有才华的人 全部最好的东西 全都写到书里 所以我觉得 我是不是很多时间去到外交往 我觉得我有很多的好朋友 都在我们家 都在我家书架上 你想跟哪个朋友聊天 就马上可以打开那个书架门 就把他请来就了解 他就是要看书 关键要看书 那大家说书看哪一本呢 这书太多了 今天不是信息太少 不是李小峰教授和我在中国 在台湾看近书的时代 而是书 信息爆炸 看什么书 这个选择 我的经验就看明珠 明珠经过了千万年的考验 经过了考验 被证明是好的 被专家 被大众选择了 文学看明珠 政治上也是看明珠 不要看什么孙宁 孙宗山 什么三民主缘的落实 或是个东西 八民主缘 你得看明珠 要看政治学 看英国的 John Rock的书 看我们这个美国的 杰克森的书 看独立宣言 看人权宣言 我们要从事经济的 我们要看原副论 亚当斯密斯原副论 包括哈耶克的 走向奴役之路 这些重要的书 给你重要的观点 这在看 你看 包括这样才给你 你广泛的知识 重要的知识 正确的知识 包括我们经常说 看台湾的问题 你台湾问题 你首先要获得知识 你不获得知识 你去论台湾问题 论书 你怎么论书 人家看 你给你看开罗学研 波斯坦不报 你也不知道波斯坦 波斯论什么关系 那你怎么论书 你说 我们说波斯坦宣言 开罗开罗宣言 那我可以说 宣言重要 还是条约重要 那你可以有知识 我们还有既经家合约 合约是条约 条约是签字的 将它contract的 那宣言 我们今天一会儿 开会之后 也要可以宣言的 曹河青延展后宣言 大家也没签字 那算什么呢 没有法条约 你可能觉得变呢 你说一个北京来的 共产党的官员 他说有开罗学研 对不对 我们说敲罗学研 什么学研没用 合约是条约 对不对 那是究竟像合约 那就是 那才是 他说就是条约 也没说是台湾 给台湾人 日本说放弃台湾了 没说给谁 那我们就可以说 条约也不重要 什么时候 人民选择 选择重要 对不对 谁选择 那你居住的 两千三百万人民 他们来选择 这片土地贵给谁 你原来说日本放弃了 你也没说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也没说给共产党 你也没说给蒋介石 当时老龙东 蒋介石都活着都在 怎么没说给他呢 日本人糊涂了 不是吗 就是日本人那个意图 以我的判断 就可能就是要给台湾人 当地决定 保住这不为什么 直接提出来呢 那给台湾人 那就是台湾人民选择 两千三百万人公投 为什么不给公投呢 美国刚刚呢 中期选举 国务选举 又公投了 各种都是 包括最低工资 包括堕胎 很多问题都是 大家是在投票一起公投 公投是人民的一个权利 开外全员不重要 就像合约 就像合约纪念 也没有人民选择权利重要 这些知识 你了解 你可以人民选择权利 全部可以变成国产 人民选择权利 全部的民主的意义的秘密 全部西方发展的民主国家的秘密 全部建立在两个字 选择 必须有人民选择 如果我们连自己选择权利没有 我们怎么叫人民 我们怎么叫公民 我们只能叫暴民或者奴隶吗 这必须是谁 说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这个知识 知识 读书也是很重要 有不同的读法 书太多 我的经验是 要把厚书读薄 薄书读厚 什么叫厚书读薄 一本书很厚 有的书不值得你很仔细看 浏览一下 大致知道就行了 对不对 像今天三明主一话 翻一翻就知道 有三明主 即是是三明主 不是四明主 那就可以了 那有的书要薄书要不厚 很薄的书 很重要 摆服着读 经典的读 吸收它 对不对 那像台湾有个著名的教授 李小峰教授 他写个快读台湾史 很薄 我看了好几遍 结果他的文字 还不如他有个图画 给我印象最深刻 他一画个中华民国 这个全土 没有台湾 然后现在画个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在台湾 没有全中国大幕 没有外幕 他说这叫一个国家 这不荒唐 哪一个国家 两个地图全都不一样了 对不对